這是FBI帥哥 剛剛有時候在跟一個高中生聊 你知不知道FBI? 他說他不知道 我說那你知道FBI帥哥嗎? 他說鄧家華嗎? 大家好,這是王狗 FBI對很多人來說應該是一個很神聖的職業 國境犯罪、秘密行動 甚至在電影裡面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聲音 像巨石強生也有演部叫做摩天大龍 他在裡面扮演的就是FBI的人職救援隊 最近也有一個饒舌歌手 叫做Six9ine 他在廣播電台上面說 這世界上他最怕的只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神 另外一個是FBI I fear God and I fear the FBI 想起這個時候 你們應該跟我一樣好奇 要怎麼樣才能夠加入選人 條件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今天就讓我來為大家揭秘 或許有機會的話 你們也可以去當上FBI 我自己是... 首先你要當上FBI 你必須先寄email到底下的網址 人人都有機會成為FBI 但是你要報名之前還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你必須要是美國的公民 年齡必須在23到36歲之間 必須要有大學的學士學位 那就是你的身體健康正常吧 第五個呢 也是最困難的一個 必須要有以下其中一項資格 你才有可能成FBI 會計師的執照 計算機工程師的執照 工程學 情報學 語言學 法學 執法部門 軍方的執照等等 你有這一些相關的執照的話 才有資格 報名FBI 如果呢你全部符合資格的話 趕快去下面的網址 你可以去報名 但是我就沒有辦法 我不是美國公民 有沒有那些專業徵兆 整合過了之後 你會收到一個面試邀請 利典呢當然就在美國 當然你要面試過去的旅費 目前是要自己出的 重點來了 他們面試是考什麼東西呢 第一階段這個面試 一共考五項東西 我先幫你當FBI的人來複習一下 第一項是邏輯推理 那其實他的邏輯考題 不像有的人在網路上面看到就是 FBI考題能答對的就是天才 那他的邏輯考題呢 通常都是一些很管彎抹角的文字遊戲 比如說像這一題 人事部門的員工如果完成工作 那他們禮拜五就可以放假 A 如果人事部門的員工 星期五休假 那他們就可以完成工作 如果人事部門的員工 沒有完成工作 那他們就可以在星期五休假 C 如果人事部門的員工 沒有完成工作 那他們就沒有辦法在禮拜五休假 答案的顯而意見就是C 這個邏輯考題 也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難 我猜他們考這個可能是怕說 在裡面遇到天兵吧 接著的第二顆考試是 圖形推理 你們看一下以下這個圖 我給大家 3秒鐘思考一下 以現在大家的聰明才是 一定一下就結束來了 答案的顯而意見就是B 從左到右 從上到下看 很多學測 都比這個難多了 這題也都是一樣的意思 我會給大家五秒鐘思考一下 答案是C 1加2 等於3 1加2等於3 1加2等於3 只是他們加在一起的時候 充電的地方會被消掉 只會留下沒有充電的部分 對那這我就順帶一題就想要門煞 其實都是這種考試 門煞那個時候好像是40分鐘 80題還是多少 我記得是30秒一題 我前面寫其實都很得心一首 1秒一題 5秒一題 寫到最後幾題的時候 真的就比較難 邏輯就比較複雜 可能要花個兩三分鐘才能解掉一題 建議如果有去考 我參加這種考試的人 建議啦 遇到沒辦法解釋的時候 不要再跳 跳下一題性 然後這個人就是他的會員卡 然後就是那個 白色大號鐵掌 接著第三個科目呢就是 人格評估 比如說像第一題他就會問說 你喜不喜歡幫助別人 同意或者是一點同意 第二題就是 我是一個有組織的人 有同意我一點同意這樣 其實就是一些簡單的性向測驗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都沒有不同意的選項 但是我覺得 絕對不是評論 一定是有他們的道理在 接著是第四項測驗 也就是你的偏好興趣 那其實他的問題就跟 人格的問題非常的相似 接著呢我們就來到 第一階段的最後一科 也就是 情境判斷 這個聽起來就比較酷囉 情境判斷呢 一共會考十九題 你和你的同事呢 是在整理資料 那今天呢你完成了你的項目 但是你的同事跟你說 雖然他快完成了 但是他並沒有辦法完成 以下這個時候 你最有可能做什麼事 A 告訴你的經理還有同事 他並沒有完成他的部分 一個廖北亞的概念 C呢就是說 直接上程報告 還有你同事不沒有完成的報告 C呢 幫你同事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 1呢 就是請你的經理 幫你們延長日期 哇這種題目我覺得最恐怖 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感覺你選什麼的 不一定是他們要的 雖然在我們外來看來是熱心 高度壓力有點像 均衍的環境下 反而你幫你同事去完成他的任務 長官搞不好也覺得說你雞婆 這種時候就是做自己 經理完這三個小時的考試之後呢 一個小時內就會告訴你有沒有通過 他們做事真是非常有效率的 接下來 我們就要面臨第二階段 體能測試 在體能訓練裡面呢 更會考四項 每一項都會有評分表 累積12分 就通過了這個體能訓練 第一項 就是伏地挺身 大家聽起來不難對不對 對 沒有沒有其實不對 他有規定伏地挺身 你必須要做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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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標準 他的評分表 如下 19下扣2分 20到29 0分嘛 言下之意 每一個項目平均要拿到3分 你必須做40到43分 你才能帶伏地挺身這個項目的最低標準 我覺得 對於一般沒有在運動的人來說 應該是蠻 蠻有挑戰性的 網路上就有一個網友分享 他做了70一下 拿到了滿分10分 螢光螢光 到一秒鐘以下耶 要衝衝衝衝衝衝 第二項就是 300米衝刺 48到49.4之間 就會得到3分 我覺得 努力一點 應該是可以拼上去的 你們知道 其實300米的世界紀錄 寶石人 他跑了30.81秒 是一個來自南非的 Wade 平均 100公尺才10秒耶 美國有一頭 世界紀錄寶石者 他100米 跑5.95秒 對他是一隻獵豹 不過當然 特工不能跟那種怪物比 所以這世界真的是無其不由 那接著第三項 我們要考的就是 這個 最低標的話 43到44下 這個應該也蠻多人可以達到的 最後最後一項呢 就是 正跑 但是也沒有很長 那你跑1.5英里 2.4公里 如果你要得到 軍標的3分的話 落在 11分10秒到 11分30秒之間 因為整個路途都要 上跑再快一點點的話 其實我覺得很輕鬆 就可以達到了 挺了訓練之後呢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真正的面試了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跟真正的FBI特工見面 而且是 一次三個 那這個面試就非常有趣 這一次面試的錢 全部都是FBI的幫助 面試的時候呢 是在FBI的總部 華盛頓哥倫比亞區 分成 40-30分鐘的採訪 兩次在午餐前 兩次在午餐後 但是他們有簽署一個保密合約 所以 他不能披露太多的內容 對方又是FBI 你不可能跟他尬吧 我就是要講出去 尬我啊 不可能這樣子吧 基本會問說 你為什麼想要加入 你的目的是什麼 至於 可能有的太深了 他們就不敢講 但是他們說 其實沒有很複雜 蠻基本的 通過面試之後呢 他覺得你有資格加入的話 他會給你一個郵件 為你保留一個陸選的位置 但是 你必須要經過他的 背景調查 這個也就是最後一個步驟 這樣很簡單對不對 其實很多人是在 背景調查實行的時候 被刷掉 很有趣吧 背景調查的內容 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他這麼難通過 測謊機調查 標誤調查 指紋測試 有沒有前科 甚至於你的銀行貸款 信用是不是良好 他這個都會看 就連你身邊的家人的同事 就他們要調查你 當初的履歷 到底有沒有這個成就 這些資料 你是否有說謊 你是否有作弊 會查得非常細 有一個網友非常好笑 他說他在撤謊醫的時候 FBI特工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在以前 犯過任何罪 唉 睡的時候有在 早點點透過東西 他不知道該不該講 結果 他沒有講 面試官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沒有誠實一對 那個人就只好說 喔對 他剛剛說話 因為他小時候 透過東西 結果 就因為這個 他默選 有時候心智都還不成熟 我相信說了 面試官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完成以上的背景調查之後呢 恭喜你 你已經成為準FBI了 為什麼我說準呢 你已經經過21週的基礎野外求生訓練 要懂得如何在野外自救 在野外求生 上完這個學院課之後呢 沒錯 我們就可以真正的真實成為FBI啦 重複下來呢 我覺得FBI這個行道 專業技能邏輯 人格特質 又要會挺 經歷過21週的野外求生 這個真的是 人類中的精英的精英啊 更別說 像巨子搶聲在火天島裡面 FBI認知救援隊 那個更是FBI特工裡面 選拔出來 更精英的 一個部隊 難怪FBI是 又神秘 又神聖 很難以加入的組織 真的不是沒有他到底在的 但我還是想不到 為什麼 他只知道FBI 帥哥不知道FBI OK那各位 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對方按喜歡 謝謝大家 我是王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committee 恭喜 介紹冊 par